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Kim 那今天我要帶來介紹一個Russian Fishing Fall的新手語點 那我現在在的地方是Old Walk 然後我在的地方的座標在F7這個座標格裡面 座標是4232 我在釣的東西叫做OBN Bring 一樣,只要是我的新手教程 我基本上都是教大家要釣OBN 為什麼呢?因為OBN它力量其實比較不大 然後它的價值比較高,經驗也多 基於這幾點,我覺得在新手時期都應該要盡量去釣OBN 那在這個地方是有這隻OBN 那我試過非常多的耳 那我基本上覺得呢,使用大算面團是最好的 然後這是我整套的setup 這整套的setup我相信當然是一定會跟你的那個桿子絕對不一樣 但是你可以模擬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4.4公斤的碳浮影線 然後這個線呢,是作用在你桿上面是最弱的部分 所以我最大力量限制在4.4公斤 用了一個S6號勾,可以用其他的勾 但我建議你大一點會比較好 所以欧邊要大一點的勾子 最好是用大蒜面團 那你如果不用大蒜面團也沒關係 你可以用甜面團 你可以用...不是甜面團 你可以用珍珠大麥粥,你也可以用那個... 那叫做...豌豆粥也可以 那我設了幾個都試過都是會上歐邊的 那要上比較大的最好是用大蒜面團 會上比較大的,這樣子 然後勾子是6號勾,S6 你可以用稍微...就是... 我的建議是新手時期大概最大用到6號就好了 這樣子,這是我的建議 那我會使用的是環形吊組 那你用其他吊組也沒有關係,這沒有差很多 我只是沒有換而已 然後在這個地方你要往前丟 往前丟,然後... 呃... 就差不多是東北東這個方向 東南東這個方向 卡管距離是15公尺 15、16公尺都可以 然後就這樣子往前丟,丟出去就可以了 然後... 這是第二個,這是豌豆粥這個 你看他上了一些算是蠻大的歐邊 然後...如果你不用搭蒜面團的話 你上的魚會比較雜一點 你看我等一下再秀一次給你看 就是我的那個魚龍裡面的東西 這三個套組 隨意套起來的東西都差不多 都是一樣的東西 那換就換2而已 然後... 這是珍珠媽媽賣走 然後我也試過是用蚯蚓 蚯蚓會上的東西都比較雜 你看到這些裡面有一些像什麼 這個啊,這個啊,這個啊 鱸魚啊,然後這個旁壁啊 或是像銀記這些 銀記這些都是用... 珍珠媽媽賣走上的 然後豌豆粥偶爾會上一點 那... 這幾隻...鱸魚的話 倒是... 豌豆粥上比較多 珍珠媽媽賣走也有 然後... 如果你只用大蒜面團的話 那你會上歐邊跟這個... 呃... 尼狸 歐邊跟尼狸喔 這樣子 這兩個東西會比較多 歐邊跟尼狸會比較多 然後到... 在晚上的時候 歐邊是晚上雨喔 所以說他在晚上的時候都比較大 但是白天的時候都比較少 那如果你不想要浪費耳的話 那白天就停止掉 要不然就換這種抽印來釣 這樣子 可能會好一點 呃... 呃... 你就... 在這個地方 算是現在我覺得 還算可以的雨點喔 那沒有說這些那麼好賺 但是還算可以的雨點 這樣子 那... 呃... 新手時期你要配... 配裝備怎麼配喔 配裝備的時候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就是一點喔 首先呢 桿子的力量要大於其他的東西 桿子的力量就是大於其他任何一個東西 你可以大於... 卷的力量當然可以大過桿子 但是就是你卷要... 如果大過桿子你就很小心的鎖 那桿子力量一定要大於其他的東西喔 呃... 然後再來就是... 的線 你的線的力量要小於桿子 引線的力量也要小於桿子 然後...呃... 大概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 記住不要靠得太近 靠太近的時候 就比如說桿子是33.7公斤嘛 然後你線你用33.5公斤 然後就超級無敵勁 就只差0.2公斤的力量 那... 你在... 力量很接近滿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會直接鎖斷桿子 所以說... 就是... 你要注意這一點 就是你桿子的力量 不要跟線的力量太近 就這樣子而已 這桿子力量一定要大於其他 這就是這整個整體的那個... 呃... Rossian Fishing Fold的邏輯喔 那你要小心這個點 然後再來就是... 你卷的力量可以小於線的力量 為什麼? 因為... 呃... 線... 卷是提供一個叫做摩擦力的東西喔 所以說... 呃...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呃... 因為它是提供摩擦力 所以你不需要... 它是提供摩擦力喔 所以說你不需要它比線還要強 因為摩擦力就是一個... 就是... 就是你每拖出去一點 它就提供一個固定力量在那邊 它不是鎖死喔 那你在鎖死的情況之下呢 其實每一個捲在鎖死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比它... 比如說這個是8.5公斤捲 它都可以比8.5公斤還要更大 可能是... 可能20幾公斤 30幾公斤之類的 這是不一定的 你要看每個捲的品質 那那個鎖死的力量取決於它的Mekinningsen喔 所以這是另外一回事喔 那... 這些東西你在以後你自己會... 就是... 知道或是去學到 或是認識到這種東西 那我現在就不說 這對你來說太多 你知道知道 在所謂的配裝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是一樣喔 要盡量桿子 比其他的 裝備上的所有東西都還要來得強 這樣子 就是這個 配裝的整個重點與邏輯喔 然後 我在這邊小掉了差不多 45分鐘喔 其實就是... 我在那邊不知道幹嘛 就是放在那邊隨便亂掉 我掉了40幾分鐘 然後... 看一下大概有多少錢 把它拉起來 我沒有打球喔 那如果想打球的話也可以打 你可以打歐邊球 那因為一般來說通常是白天 這個就是... 你還沒有等到它桿子彎下去 然後... 你就直接拉的話 就會像我剛剛那樣子 發生這種事情 其實你就可以來試試看這些東西的感覺是什麼 這個地方我覺得... 現在還算不錯 所以我推薦給你試試看 趕快把握一下這個地方 然後... 趕快釣魚喔 前面的魚點呢... 其實... 我個人比較喜歡就是... 就那兩個點 我真的比較喜歡的是... 我之前做那個... 00的那個... 吊點那個地方喔 那我就是建議你說... 其實基本上去那邊吊 去吊看那個... 旁比跟那個... 銀記 這樣子就好了 不要想太多 然後... 我差不多吊了大概半個小時到40分鐘左右喔 來做一些其他事情 那... 你看到就是差不多有96塊 直接賣的話是96塊喔 還算OK的那個... 餘點 如果你去... 參考一下咖啡廳 可能還有一些更多的錢喔 像那邊有鱸魚嘛 你會釣到更多的鱸魚的話就有了 然後... 這裡沒有... 沒有 那... 這就是這個點 不好... 不是說到非常好 但也不是到非常差 但至少有餘的點喔 就在這裡 那你可以來這邊充實一下你的這個... 呃... 所有的東西這樣子 那... 歡迎來這邊試試看 那... 呃... 我是建議大家就是... 新手紙漆多掉一下我邊喔 不要想說... 啊對... 另外就是... 咖啡廳的任務啊 就是... 隨緣解就好了 不要想太多 隨緣去解就好了 不要... 不要想太多喔 這個... 有的解就解... 沒得... 沒得解到就算了 有無所謂喔 其實就是... 就是... 對... 努力去解這些 比如說這邊跟你搖個28公斤的黑草 你真的要去釣嗎? 懂我意思嗎? 這是我在說的喔 所以就不要想太多 這是灌上這個... 5.1公斤的這個... 呃... 那你要去農嗎? 你不一定農到嘛 對不對? 呃... 這是我說的喔 不要硬去解這些 硬去解這些 會對你造成很... 很大的麻煩喔 但是你不一定解得到 就是... 就是了 所以說... 呃... 建議你就是... 隨緣就好 不要想太多 呀 那... 呃... 我是King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